這裏就要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要你解決這條 inequality 第二就是你解決完之後 這條 inequality 裏面可能有很多個Values 他就問你 在那些不同的Values裏面 如果最大一個是4 就叫你計算最小一個 所以要做兩件事 我們先做第一件事 正常你會按Formula 1 但這次不能按 那你就用手計去計算那兩個Values出來 你平時怎樣計算那兩個Values 那就用Codre formula 沒有什麼特別好方法 所以我們在做Solve inequality之前 我們就要解決這條 equation 去找那兩個Values 因為你找完那兩個Values 你才知道這兩個位置 那你才可以Solve 到的嘛 因為他的小個等級量 即是給這兩個數夾斷 所以要先計算那兩個數 好 那算一算 B2次-4AC 我可以計算是A正乎開方A2次加16 超過2 那這裏就分開哪個小一點哪個大一點 那小一點一個就是A- 大一點一個就是A加 一小一大一點 一小一大這樣 OK 好了 那所以這條 A-Quality 那個的Solution 所以Solution to the A-Quality 就是他被這兩個數夾著 那就等號 寫回等號 現在他就說在這個Range裡面 當中最大的一個是4 即是這塊是4 那這個有多少呢 如果這個是4 那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是4 現在不知道旁邊的一個有多少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把這個等於4再做呢 那是很麻煩的 如果真的把這個等於4 那最好的做法呢 就是你要想回 其實4是Woods來的 即這個是Woods來的 Woods是什麼意思呢 Woods就是代表你可以 放下去這條色度 好了我們繼續開工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就是 4 S等於4 就放下 這一條色度 那就是4Square 減A乘4 減4 等於0 12 減4 A等於0 計算到A是3 你將A等於3 代回去 所以 這個ListValue 就是3減3 2次加16 over2 那就是3減5 over2 就是負1 這個就是ListValue 好搞定了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 總共 你